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你的旅行计划思维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季节 你是否已经开始考虑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旅行的最佳时机了呢? 根据专家分析,这个时候是预定的最佳时机 因为低价的窗口期很短 如果你不赶紧行动,就可能错过便宜的机票 而对于那些错过了黄金预定时间的人 还有一个最后机会的旅行星期二 这一天可能会有大量的折扣 然而,假期旅行的挑战不仅仅是价格 还包括天气、人潮的拥挤和潜在的延误 专家们提醒我们 避免高峰日、预定早班航班以及为延误流出足够的时间 都是成功旅行的关键策略 接下来,我们将带你走进北爱尔兰这个曾经被冲突所笼罩的地方 现在却因为和平而成为旅游热点的城市得理 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从壮观的自然景观到丰富的历史遗迹 得理正逐渐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旅游目的地 最后,我们还会介绍福威这个美丽的小镇 刚刚荣获邮轮目的地年度奖 这个成就不仅是对当地社区的肯定 更是对未来的期待 福威以其迷人的海岸线和热情的社区而闻名 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邮轮乘客来此探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核实预定这个秋季的假期旅行 经济学家表示低价的窗口期很短 秋季即将来临 许多人开始计划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的旅行 根据CNBC报道 旅游网站Hopper的首席经济学家海利·伯格·Haley Bird 强调 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计划假期旅行 并在10月份前完成预定 伯格指出低价的窗口期很短 但这样做真的能带来实惠 若你错过了这个关键窗口 还有一个最后的机会 所谓的旅行星期二 Travel Tuesday 即感恩节、黑色星期五 和网络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 伯格表示 那一天几乎整个旅游行业都会打折 Nerd Wallet的旅行专家Sally 法兰奇Sally French也提醒旅行者 假期旅行可能会面临许多复杂的情况 他说 假期是旅行的艰难时期 因为你不仅要面对可能更恶劣的假期天气 还要应对人潮的拥挤 根据Hopper的2024年假期旅行展望报告 感恩节期间的往返航班 平均价格约为298美元 比去年上涨了10% 而圣诞节旅行的机票价格则为406美元 比去年上涨了4% 然而伯格指出 这些价格预计会在10月初之前有所下降 届时价格可能会回到2023年的水平 伯格建议旅行者 现在就应该考虑预定他们的旅行 以便在10月来临时做好准备 如果你是超级临时 想要为圣诞节或新年预定 伯格表示 12月3日的旅行星期二 是值得标记的好日子 这一天的优惠可能包括酒店住宿 机票和租车的重大折扣 假期季节的旅行充满挑战 航班数量增加 干扰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 伯格指出 最大的风险通常是恶劣的天气和技术故障 他提出四个关键考量事项 避免在高峰日飞行 预定当天的第一班航班 流出延误和取消的时间 扩大搜索范围 这些策略能够帮助旅行者降低风险 保证旅行顺利进行 几乎没有游客的英国国家 30年前 北爱尔兰的旅游业几乎是空白 然而 随着这片土地重新找到乐观的心态 旅客们开始涌入这个充满历史和美丽风景的国家 BBC报道 在北爱尔兰的德里 一个曾经是冲突前线的城市 如今已成为旅游热点 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晚上 德里的埃布林顿广场熙熙攘攘 新开的埃布林顿酒店和水疗中心吸引了众多游客 露台上充满了享用饮品的欢快人群 街头艺人在河岸的埃姆班克门酒吧外表演 围墙城市啤酒厂的顾客 溢出到人行道上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德里曾在1960年代末到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 期间经历了英国基督教忠诚派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这场冲突使德里成为爱尔兰共和军IRA袭击的目标 也成为英国军队的驻地 然而随着1994年8月IRA宣布停火 冲突开始缓解 少数勇敢的旅客开始来到这个曾经充满敌意的地方 如今 和平成为了德里的主题 埃布林顿广场已经转变成为游客的热点 德里市议会的投资与企业发展官爱丁 麦卡特·Eddie McCarthy表示 过去十年来 德里的游客人数翻了一番 吸引他们的是 这座城市的壮丽地理位置 迷人的历史和蓬勃发展的酒店业 德里在过去25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去年是游客最多的一年 人们仍然对冲突的历史感兴趣 但他们来这里 更多是为了体验这里独特的旅游魅力 和平带来了繁荣的餐饮文化 曾经被炸毁的建筑 已经修复并对公众开放 现在你可以沿着曾经重兵把守的城市墙漫步 欣赏城市的美景 从这些17世纪的城墙顶部 四周的美景一览无遗 沿着河流望向大海 俯瞰城市及周围的多尼戈尔山 还有被称为伯格赛德的地区 这片主要是天主教徒的社区 曾是冲突的中心 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星期日 英国军队对民权抗议者开火 造成13人死亡 14人受伤 在伯格赛德 自称为自由德里的区域 成为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象征 2007年开设的自由德里博物馆 讲述了这一时期的不安历史 2024年7月 备受期待的和平使者博物馆 将在附近开幕 展示德里的和平进程 这个博物馆分为几个部分 与形成贝尔法斯特协议背景的 关键时期有关 和平使者博物馆的项目经理 迈克尔库珀 迈克尔库珀表示这个博物馆将展示当地居民和政治人物在和平进程中的重要角色 如马丁 迈规尼斯 米切尔 迈克拉克林 和约翰 休姆 德里 伦敦德里在贝尔法斯特协议之前充满了军事检查站 但如今你可以自由进出 北爱尔兰壮观的海岸线行程让游客欣赏到这个国家的美丽风景 爱尔兰政府于2020年启动了共享岛屿倡议 这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 创造一条沿着西海岸的连续驾驶路线 让游客穿越野性而崎岖的乡村 这些项目是自贝尔法斯特协议以来增长的乐观情绪的具体体现 带来了更多的游客和经济利益 爱尔兰旅游局的海伦 麦格曼 哈伦·麦高恩 表示 这是一种重心的转移 从冲突转向惊人的风景 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 和这个岛屿更广泛的历史 福威击败杜败 荣获邮轮目的地奖 位于康沃尔的迷人小镇福威 Foy 近日在2024年的海运邮轮奖 Citrade Cruise Awards 上荣获邮轮目的地年度奖 成功击败了杜拜和加拿大的金斯顿旅游局 据BBC报道 这一成就让福威的港口管理者们感到无比骄傲 福威港的发言人 在Facebook上宣布这一喜讯时表示 工作人员对于这一荣誉感到无比兴奋 他补充道 评委们认可了福威以社区卫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及我们这个小港口 所能提供的惊人游览目的地选择 在西班牙马拉加的颁奖典礼上 游轮经理凯特奥哈拉Kate O'Hara获得了这一奖项 他在接受奖项时表示 这是对福威所有商业机构和社区共同努力的最佳回报 他说 这个奖项庆祝了我们如何作为当地商业和社区一起合作 提升游轮乘客的体验 并推广福威及周边地区所能提供的一切 福威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拥有迷人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 这里的社区以热情好客著称 无论是当地的餐厅 商店 还是各种文化活动 都让游轮乘客感受到浓厚的地方特色 许多游轮乘客在下船后 会选择参加当地的导览游 探索这个小镇的美丽与魅力 福威的历史悠久的港口吸引了无数游客 这里曾经是海盗和商船的聚集地 如今 游客可以在当地的博物馆中了解这段历史 还可以参加由当地导游带领的海岸徒步旅行 欣赏壮观的海景和自然风光 此外 福威周边的自然景观也为游轮乘客提供了丰富的户外活动选择 从徒步旅行到水上运动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探险的机会 许多游轮乘客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并将福威的美好回忆带回家 随着这一奖项的获得 福威的知名度将进一步提升 未来将吸引更多的游轮公司选择这里作为停靠岗 这不仅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也将为更多游客提供探索这个美丽小镇的机会 福威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 社区的力量和合作精神是实现梦想的关键 在游轮行业日益竞争激烈的今天 福威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何时预定这个秋季的假期旅行 经济学家表示低价的窗口期很短 如果你打算在感恩节 圣诞节或新年这些假期季节旅行 现在就该开始计划并尽早预定 根据旅游网站Hopper的首席经济学家 海利·伯格·黑利伯格的建议 10月份是确保低价票的重要时段 他强调低价的窗口期很短 但这样做真的能带来实惠 对于那些错过了最佳预定窗口的旅行者来说 还有一个最后的选择 所谓的旅行星期二 Travel Tuesday 即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 伯格表示 那一天几乎整个旅游行业都会打折 根据Hopper的2024年假期旅行展望报告 假期旅行的价格与去年相比略有上涨 感恩节期间的往返航班 平均价格约为298美元 比去年上涨了10% 比疫情前的水平上涨了3% 预计在10月初之前价格会平均下降约40美元 届时价格可能会回到2023年的水平 圣诞节旅行的机票价格 目前的平均价格为406美元 较去年上涨了4% 较疫情前上涨了13% 不过价格预计会在10月之前下降约80美元 伯格建议旅行者现在就应该考虑 预定他们的旅行 以便在10月来临时做好准备 如果你是超级临时 想要为圣诞节或新年预定 根据伯格的说法 12月3日这一天是值得标记的好日子 因为这是今年的旅行星期二 这一天的优惠可能包括酒店住宿 机票和租车的重大折扣 假期旅行可能会面临许多复杂的情况 Nerd Wallet的旅行专家 萨利 法兰奇 Sally French 指出 假期是旅行的艰难时期 因为你不仅要面对可能更恶劣的假期天气 还要应对人潮的拥挤 专家们建议以下四个关键考量事项 一避免在高峰日飞行 例如在感恩节期间 专家建议 避免在假期前后的星期日 过去几年 感恩节后的星期日 创下了通过TSA检查的旅客数量的记录 二预定当天的第一班航班 试着预定当天的第一班航班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受到延误和取消的影响 伯格指出 早上八点之后 你受到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影响的可能性是两倍 三流出延误和取消的时间 如果你必须准时到达目的地 法兰奇建议提前几天出发 流出额外的时间 他说 如果你真的很重要 要参加圣诞晚餐 提前几天飞过去 四扩大搜索范围 了解附近的其他机场 可能会有所帮助 如果你知道其他机场 这可能会帮助你找到更实惠的选择 虽然可能需要更长的驾驶时间 才能到达目的地 但如果你必须到达那里 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总结来说 早规划 灵活选择出行时间和目的地 是确保获得最佳旅行体验和低价的关键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